大家好,我是奇異果班的少佩洋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獅子一起去上學 愛麗絲和獅子是好朋友 他們兩個不管走到哪裡都會在一起 可是有一個地方獅子不能去 那就是學學獅子不想和愛麗絲分開 就偷偷的也跟著一起去 不管躲在哪裡都會被荷蘭老師發現 有一天他被趕出學校 他在一輛校車上睡著了 剛好今天小朋友要去戶外教學 小朋友上車時沒注意到車頂上有一隻獅子 到了博物館 他用衛生紙把自己包起來 當作是木乃伊 可是貝格老奶奶發現了他大叫 警衛把他趕出去博物館回家 時他坐在雨量校車 雨量後車上 跟在校車的後面 突然有一站方推了過來 擋住了車子的路 師父 師父 師父跟老師還有小朋友說 爬到我背上 他用意跳過了大樹 然後 老師跟小朋友 師子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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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没有准时到学校 外后的狮子 狮子是不是在了老师跟小朋友一起到了学校 以后从此之后 狮子每天都怎样 狮子每天都在了老师跟小朋友 去上学 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